这个呢就是中药里面非常有名的 一位名贵中药材天麻 天麻原来长得这样 天麻 我一直印象当中 天麻应该长得跟竹孙差不多 我只见过天麻粉 没有见过 因为我觉得它的外表 有点像那个泡过的生姜的感觉 真的是有一点 但是天麻确实是对脑袋会比较好 好的 我们要把天麻先给卢主任送去 看看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妖善 天麻我是知道的 我记得我妈妈在云南旅游的时候 就告诉我说 我今天买了好多的天麻 天麻是好东西 但是到现在放到我们家里 都没有拿出来吃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吃 而且不知道这个天麻有什么样的功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天麻 这是干天麻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饭 提前把它爆发了 从外观看 新鲜的天麻非常像红薯或者是土豆 那它是甜的吗 它有甜味 那么我们从药房买回来的 都是干制的 就是炮制过的 干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呢 是把它泡过的 那么天麻看起来很外表 很普通 但是呢 它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在神农本草经 我国第一部 这个本草学的专著里面呢 就记载了天麻的功效 说它 杀鬼精物 孤独恶气 久福 易利器 长英肥健 亲身增年 杀鬼精物 这鬼精物是什么呀 这后面这几句大家都能明白 说它的补义作用 但是前面这两句呢 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在古代 生产历史分低下的时候呢 古人认为 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精神或者情绪的 极度的不稳定 还有这个非常偏激的一些举止和行为 甚至出现一些幻视了 幻听了 这一类的症状呢 在古人看来呢 是鬼怪作祟 其实这些症状呢 跟我们现代医学中的 精神分裂症啊 抑郁症啊 焦虑症啊 天闲 爱队 这些症状呢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天麻这个 在神动本草经里说 它杀鬼惊物 古毒恶气 其实就是说 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呢 你如果服用了天麻 那么天麻的震惊 安神的作用呢 可以很好地 把这些症状控制住 这么厉害呢 所以天麻在古人的心目中啊 它是一个非常神奇 而且吉祥的中药 那么我们现代医学呢 对天麻呢 研究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天麻脑保护这一块呢 研究 不断有新的发现 比如说 天麻里面有一个活性成分 叫天麻素 这个成分呢 它可以很好地扩张 我们脑血管 增加脑血流量 而且呢 可以很好地改善睡眠 提高记忆力 对我们失眠啊 还有焦虑之后 引起的这个头晕头痛 也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呢 天麻也成为了现在 研究这个抗抑郁症 焦虑 甚至包括老年痴呆的 一个热点的药物 因此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平时呢 如果出现一些睡眠不好 或者是焦虑啊 什么这些情况的时候 不妨可以少量地吃一些天麻 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